新闻政府向国会下院提成2019年2018年附加供应法案一读 追加41亿3336万760令吉的行政开销 作为2018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不足或还没有拨出款项的开销 这一项法案是由财政部长林冠英提成 为使各政府部门和机构追加在2018年的 41亿3336万760令吉的额外行政开销 以寻求国会下院通过 大马选举委员会也获得追加9846万3000令吉的拨款 而卫生部则是额外获得7亿559万1430令吉的拨款 成为各部门追加拨款之首 法案指出财政部允许从统一基金里再拨出一笔不超过 41亿3336万760令吉的拨款 作为2018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不足或未拨出款项的开销 一共有10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寻求追加行政拨款 以作为额外的行政开销 其中财政部法定基金申请的拨款数额就占了将近一半的追加拨款总额或46.5% 也就是19亿2206万9620令吉 为了减轻国债 政府设法努力降低国内一些大型计划的成本 财政部长林冠英指出 经过新闻政府重新检讨后 成功将第三轻快铁路线和第二捷运计划两项工程的成本削减了238亿4000万令吉 林冠英说虽然政府耗了半年的时间在谈判降低LRT3和MRT2工程的造价 但政府仍会确保承包商在建造LRT3和MRT2的时候工程符合品质保证 他指出站在承包商的立场 当然是越早完工就能够越早收到钱 但政府会确保工程的品质不会受到影响 林冠英今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行动党以保东区国会议员黄家和的提问时这么表示 他强调更重要的是品质 政府不希望承包商虽然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完工 但品质却很差 他说政府不只是监督造价 更会监督捷运的品质 以确保乘客使用时的安全